现在都说AI技术 我学姐是我的编辑 是总政宣传部大院长大的 他爸是给邓小平写实践检验真理的那个人 他自己14岁当红卫兵抄张乃琪他们家 14岁东北插队当的建设兵团 受不了东北内苦 那时候让他们割麦子 每人发三把镰刀 十个馒头 一军用水壶的水 拖拉机把他们拉到天边 每人下来管三笼麦子 他边上那个上海之经 一看绝望拿出镰刀 给自己膝盖咔就一下 现行反革命 遣送红回上海 我这个学姐小屁股朝左牛牛 小屁股朝右牛牛 两边那俩知青 一人帮他多隔一笼 他马上给他爸写信 说爸我受不了 我当兵去吧 他马上就当兵了 参军 参的家他是卫生兵 以后他是宣传好手 靠宣传 四一大张华烈士 上北大工农兵大学生中文系 他是一个特敏感的好编辑 帮我编过四本书 现在移民漂亮国了 他早上给我发那AI的视频 就是马力联盟路 三十年代在上海 在黄埔江游泳 你说完这话 AI技术 马上就给你造一个 马上就给你造一个 我喜欢马力联盟路 你看这小蛮腰筋发的是吧 我这个 我都喜欢芭比娃娃 这是我的马力联盟路 我还有好多马力联盟路 我平常都不敢看 一看我就管不住我 这是我的马力联盟路 这AI技术 给我造一个马力联盟路 每天搁我屋里 供我蹂躏 我这马力联盟路 我这到处都是马力联盟路 我就是后悔 这辈子不认识马力联盟路 我把这个转发给几个朋友 婆罗门就有婆罗门的想法 刹地利就有刹地利的想法 废舍有废舍的想法 手陀螺有手陀螺的想法 六道轮回之外的畜生 我的狗 他就这傻看着 他也有他的想法 然后那个谁 老王就老说 这样不行了 满街都出骗子了 满街都出骗子了 AI技术你反对不了的 怎么就要出骗子了呢 是吧 关键的是人 人利用AI技术 干好事就是好事 干坏事就是坏事 我倒看出了商机 为什么呢 你看他们用了什么 马斯克到了北大 做出来马力联盟路 由黄浦江 特朗普怎么样 首先 这个主角 AI的主角必须有颜值 你看像那个川普 长着那个大鹦鹉头的川普 妖精的马力联盟路 你要到不了马力联盟路上 尽管你脸长得比较漂亮 但你身上全是五花肉 就跟那个我的一个亲 我的女朋友似的 是吧 你也没戏 你必须像马力联 从里到外 把你身上最精彩的地 给都翻开给人看 翻开给人看 你都是第六楼园的 就是那个 那个AI三好友话 第六楼 三百六十度 我已经不仅三百六十度 从里往外看 你都得是一个 骚到不行的 马力联盟路才有人看 当然像川普这么有魅力的也是 你要没魅力 得出来拿一张纸念 是吧 念还念不对 就没人看了 首先得有颜值 第二得有魅力 这魅力就包括我说的 有知识 有能力 第二 凶秀 有格局 第三 最重要的 有魄力 是吧 横扫千军如雨 卷席 乌蒙 蓬勃 走泥丸 得有这个 风雨下中山 得有这个气魄 不然空有本事 空有格局 没有气魄 也是一怂逼 也没戏 再让下一点 就是说得有流量 自带流量 现在我们都没大V了 是吧 大V很少 在制造出来 像网络 网络出兴的时候 那会儿动辄就几百万的大V 几千万的大V 没有 现在都是有颜值 我刚才说的 脸蛋不错 身体没法看 是吧 两条人命 一看脸爱死人 一看 一看身影 一看身影爱死人 一看脸吓死人 两条人命 像玛丽联盟路那样的 不多 其他人就都说 那个我看出的是商机 那些有颜值 一辈子说真话 永远在现场的记者 就成为重要的人物了 是吧 以后采访 不仅要站那儿 像叉叉TV似的 每天在那儿 东剪一块西 一块剪辑 坐那刀 刀逼刀 刀逼刀 是吧 号称实话实说 没人看了 必须到现场 每次到现场 跟被采访对象 都得有交接 是吧 如果玛丽联盟路在那儿 我就得过去 我就得 在他小脸蛋上 摸一把 是吧 如果是普京 我得普京扇他一嘴巴 问问你为什么要侵略乌克兰 这才叫采访 你在屋里坐的那个 这样我一想到这儿 我就觉得我特高兴 我是特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因为我这辈子没说过假话 因为说真话 把好几个 好几个都不止 四局级的官都给弄下去了 一说到这到现在 我又想起一件事了 前两天我拍了一个东西 我徒弟给发出去了 发出去就带我去采访的这个人 昨天夜里就给我打电话 我呢身体不好 昨天我八点就上床 就睡觉了 我为什么让人给我打电话呢 平常我根本就不上微信 因为微信就是初级的AI 是不是 是吧 你跟微信上那个人说话呢 那人不一定是我 那是个微信 那是个APP 那是个平台 唯一可信的是打电话 因为打电话是一来一往 没办法撞架 现在有AI技术 打电话都能撞架 一定是亲自到场 俩儿吃顿饭 互相摸摸 摸摸都不够 得热吻一下 才知道这是真的马力联盟路 还是假马力联盟路 我这牙呀 还就是说话跑风 没谱 所以没有叼盘的资格了 没有叼盘的资格了 我这一镜到底不剪辑 就是特别适合现在未来 尤其是现在已经开始了的AI技术 昨天早上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就说 诶唐老师 昨天咱们四个人去采访 那个你不用说 你是伟大领袖 那人就吹捧我说 说这里边 谁谁谁是起什么作用呢 诶 我说他能让把我拍得更好啊 拍得更好 高清那些读者不喜欢看高清吗 喜欢配乐吗 啊 说是这么说 但是他一加入就增加了一份成本 这份成本谁出啊 说到关键了 未来如果是让老百姓自己买单 就越便宜越好 没事 人家为什么要说你这高清 你这配乐 你这严肃 你这好看 我就得多花钱 是吧 老百姓现在看东西是不花钱啊 如果要增加成本 说这个机器好 这机器拍得好 那还得买机器钱呢 嗯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英文里边常说的 more simple more powerful 越简单越有利 伟大领袖也这么说的啊 伟大领袖不是教导我们说吗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 其他问题就迎人而解 什么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就是讲真话的勇敢的记者到场 什么记者是永远讲真话又永远到场的 就是占地记者 啊 就占地记者 啊 呃 说到这就是啊 我那哥们就说 唐老师你昨天两天你那种占地采访拍的那东西 你给撤下来 昨天晚上就给我打电话 说为什么要撤下来呢 说你那边暴露了那个企业的好多的毛病啊 那企业的领导就要为这当官丢官丢不丢官 我倒不在乎 是吧 我不能下这个司机局的大官 我要数起来十几个呢 得是吧 新华社记者啊 那哥们要跟我说 人家有规定 一不能什么什么不能拍 二什么什么不能拍 三什么什么不能拍 我听我我找了啊 啊 他我一看这个多说不能拍 我他妈就急了 是吧 新华社记者 我不拍 谁拍 是吧 我是党的耳末喉舌 凭什么你决定我能拍 我不能拍啊 我们达到伟大领袖带领我们翻身 把狗地主的土地没收了啊 变成了大农场啊 现在由你经营 你弄起铁栅栏 不许我们看见你怎么生产的 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自己吃的东西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就是由于你们这种坏人 弄成一铁栅栏 把这东西圈起来了啊 你们在里边啊 你是不是新地主 是你没地 但是你不应该地主 你就等于地主勾腿子 我们看不见里边你们怎么生产的啊 啊 我进去看见怎么你生产了 你害怕了 是吧 因为你们生产的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嗯 我当了一辈子新华社记者 党的耳目喉舌 嗯 我不拍 谁拍 哇 我让我徒弟沙和尚 把这个暂时别发表 把这个撤下来 仅仅是因为我朋友带我去的 我不愿意让我朋友闻难 而不是是你们讹诈我 你知道吗 啊 啊 你来威胁我 说啊 怎么着怎么着了 你那怎么着怎么着了 都是你的土规定 啊 跟党和人民的利益无关 啊 我看看 跟我说多少个不能拍 嗯 一 生产加工车间内容不能出现 二 厂区全景不能出现 三 与企业生产产产品等 无关的内容不能出现 啊 这叫什么话呀 是吧 啊 新华社记者 人民的记者 党的耳膜喉舌 必须全程监督 而不能让你们这些腐败分子 把伟大领袖带领我们没收的地主的土地 变成你们 不说了 我生气 所以我就说 这个AI技术 更强调了 必须讲真话的勇敢的记者 到现场 监督 民以实为天 吃到嘴里的东西太重要了 必须透明 不仅是饭馆的操作间透明 那些原产地 必须向人民公开 人民不可能多去啊 就得靠那些 已经到底不剪辑了 所以我这两天 加紧让老邓快造那相机 快造那相机 已经到底 不剪辑 别说了好吗 啊 我我少跟爹 我我吧 我我吧 又不高兴了